你就是你講話剛剛講話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 因為我說廣告是我 你不相信 那我真的不相信 那我剛剛說廣告是我 你說了一句什麼 真的喔 哪有你不是這樣講的 你是說什麼 對你剛剛不要說 對啊他跟我說你要確定 近日吳康仁逛高雄大圓百時 遇到一名國小生明明看著他的廣告卻認不出他 還質疑問說你要確定 哪讓他無奈探到我與小學生的距離 以下是影帝的搭訕經過 你自己一個人喔 我媽媽在那邊 喔那你一邊等一邊看我的廣告喔 我是裡面那個人 你要確定 哈哈哈哈說真的啦 你看像不像 接著媽媽就來了 你就是你講話剛剛講話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 因為因為我說廣告是我 你不相信 那我這樣不相信 那我剛剛說廣告是我 你說了一句什麼 真的喔 哪有你不是這樣講的 你是說什麼 對你剛剛不要說 哈哈哈哈 對啊他跟我說你要確定 結論一個自討沒趣的對話 我與小學生的距離也要確定 哈哈哈哈怎麼會這一句啦 害我自己都有點懷疑了 我跟我說說廣告